你在这床边烙印下的手印 是我在辈子最深的印记 我在一间还想弄丢那张车片 早已暗示了你离别的喧哄 我想对你说我过得很痛 呼吸你赠我的氧气 记忆里是你吸的魂灵 若不是你 我是尘埃还是空气 抱紧你 但我不敢张开两眉 我知道 我没有一刻不惯念你 我在地球漫步 导人有你 回唱宣歌第四集开播了 各位大家周末晚安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集 我觉得以后我们做这个节目真的是每一次都要拜拜 应该都要拜拜吧 因为总是技术上会出现了一些小错误 不过我们都尽量在克服 如果跟徐州我们的朋友大概都注意到一点 我们的节目一直有不断在改进 像现在就开始有了一个封面的设计 而且同时呢我们也开始更换一些MV的部分 好在节目开头前我还是要先谢谢那些年的银色世界 谢谢你跟我们同步直播 也谢谢你们帮我们把很多的照片都修复得非常的漂亮 当然还要谢谢在吃完晚餐后陪伴我们一百分钟的你们 我总希望我这个节目能够做得非常的温馨 在你们吃饱饭后帮你们消化一下吧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pay now 如果有兴趣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pay now我们的 那现在节目开始呢 我们先介绍我们的两位主角吧 黄秀慧 谢一轩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对啊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做了一些更改 我们还是造就六个单元 但是我们单元的次序都有做一点更动吧 那我们先来个细硕从头三十年这个实体工业 上个礼拜跟前个礼拜其实我们都分享过了 当年呢这个实体工业 就是CD工业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蓬勃的 甚至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去到了一个黄金的巅峰期 那我们之前成立的飞银唱片公司是开始在1986年 我们经过了唱片非常疯狂销售的那个阶段 然后我们也分析的原因 为什么近日这个实体唱片一直在没落一直在走下波 我觉得部外到目前为止三个原因 科技的发达造成了数位平台的上来 第二个原因呢大家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兴趣的转移 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讲听歌的话再去买尸体来听 已经是一件可能属于比较老土的事情了 第三呢当然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了 现在很多CD的包装可能太太费空间了 不够环保所以也造成有些人就觉得果不不前 因为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要一直不断的收藏的话 家里实在就容纳不下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个原因 这个是我这几年尤其是这阵子疫情之下 我深深感受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做了三十年的尸体工业 这两年呢CD涨价涨得非常的可怕 原本就已经市场不好 然后站在老板的立场可能就是因为销售量下跌 所以都把那个批价都提高了 同时呢当然也碰到了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成本不断在上升 这一年来呢更加严重的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入口啊 这个运输方面的那个运费更是高涨了 几乎可以说是100个percent 所以我相信很多有购买CD的朋友都会发觉到 近日的CD呢基本上都比以前都还都会贵的 大概5到8块我讲的是新币 新币的 那么更有很多的歌手呢直接发行限量版的CD 固然是值得收藏了 可是那个价格也真的大概可以抵做一般中低收入的 可能可能哦十分之一的他们的收入哦 像近期有几个人的有几位歌手的CD像莫文卫啊方浩文这些哦 动不动他们一发行就是超过100块钱新币的 接着下来像黄明志啊梁永齐啊等等的CD都发的非常非常的贵啊 大概要到100块所以100块的话对一个小小家庭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们先来跟秀慧跟一轩聊聊看 如果一张CD是在这个定位在100块的话你会买吗 看来我们都不会买 我们都这个反应 其实不是啦我觉得跟吃饭一样嘛 你每天炸菜饭偶尔也吃一次海底捞嘛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你我我会选择去购买哦 是如果是真的很想很喜欢很爱的话还是支持啦 对大概你在等你的王妃出一张很贵的专辑你还是会买的 哈哈哈对吧 好那我们就回来讲说在这个在三十多年前三十五年前吧 那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了这个我们公司的唯一的小生当时八十年后来还有李怡文啊 还有霍正琪啊杨大卫 我们今天就换一换口味来介绍我们当时我们公司的三位小英宗的其中一位吧 这位大概大家都知道他叫一能静啊 他到今天为止风头还是很贱人 在很多中国的这个歌手可以看得到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走红的一位女歌手 那我讲到一能静的话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们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都觉得说他样子很漂亮 可是唱歌就妈妈的了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哦 当年是刘文正签下一能静 签下他的时候他就只有16岁 刘文正一听他声音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伟毅啊一能静一定红 如果他不红的话这个歌手他不就完全这个公司就可以关掉了 他很笃定的说 然后当时呢我们就给了好多家的不同的发行公司哦 说也很奇怪哦 我们都不去讲 几乎每一个人都一直都看好一能静 可是我们那时候给电台听的时候 电台都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小女生就走偶像路线的 可是后来刘文正分析给我听他说不是的 他说其实歌手呢你声音很好音色很好 如果还有个人的特色那你就一定成功 如果你的声音不够好你有个人的特色还是会走出一片天的 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 所以一能静呢经历过了这么多不同的时代 他一直是我们公司的卖座非常亮眼的一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哦 上我的店还是会有人来找他当年的旧的CD 讲到这个CD呢我们今天呢 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很珍贵的礼物要送出去哦 在这里也谢谢那些收到礼物的朋友 他们一直在跟我们谢谢说 我们是真的把礼物都给送出去哦 那讲到一能静的话我在想想到当年的唱片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是不是透露一些所谓灌水的现象吧 在八十年代虽然是那时候是唱片的黄金时期哦 那时候每个人动不动就说哇唱片销售超过十多二十万张 十多二十万张在当时来讲其实真正严格来讲的话 卖五万张的话基本上公司大概就可以打拼了 卖到十万张就是算很好的可以开庆功宴的哦 可是还有很多家唱片公司呢都灌水都报价数 卖十万张就可以讲说卖三十万张 反正就是买错就对了吧 然后卖三十万张就可能变五十万张了哦 那讲到一能静在我们公司到今天为止呢 他确实是有一张唱片卖到三十万张 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张 《悲伤助力业》这张唱片当时我还记得 我们第一天出货的时候就十二万张 我们全公司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 第一天出货铺货量就十二万张 然后第二天开始就两千两千两千张 不断的追加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现象 虽然我们也没有灌水 后来这张唱片总共卖了三十万张 当然相对于当时的很多像蔡琴啊 黄英英啊 苏瑞啊这些歌手来讲 或许他们那些有去到五六十万七十八十万的 我们又算小额科了 不过无论如何呢 艺人竟确实对当年的在念书时候的很多少男少女嘛 都起了一个模仿的作用 那我跟她在一起相处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因为她也觉得我懂她的好在哪里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生 很会自己经营自己 每一次上台打歌 我们完全不用操心她的服装 也不用操心她的装扮 她都会设计好一套属于她自己的动作 像《悲伤助力业》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 对不对 黄修慧那个动作可以模仿一下吗 对啊对啊 你看当时其实包括像后来 对你爱不玩她那个手势这样子 这样子还是一直都一个固定的 像美艳芳的《梦伴》这些 我觉得这种可以加强 人家对那首歌曲的认识跟印象 所以也成就了当时这首歌 可以流行于很多很多的地方 那么在今天谈到这个艺人竞 这个十几工业的时候 他确实是我们公司里面 非常卖座的一位歌手 那讲到这本音 再顺便跟大家透露一些 之前有人询问过我 这张《悲伤助力业》呢 这张是我们的早期台湾出版的封面 那这张封面呢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总共早期出版的总共有三个版 封面一样 可是你看里面的内页的编号 其实是不同的 总共有三个版 三个版呢 可能都写Made in Japan 就是所谓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最后一个版不是在日本做的 只是我们大概有点懒 懒得去改 那个Made in Japan把它去掉 所以其实最后一个版 是在台湾生产的 这是早期的版 后来这张也有香港版 然后当然呢 最后就来到了新马 就会有新马版 这个就是我们在2012年出版的 背上助力业 那今天呢 这两张CD呢 我都会想送出去 来咯 听好拆题 下面 黄秀惠要唱的这一首 伊能静的歌 歌名你肯定知道的 可是我要你们告诉我 写曲的人是哪一位 你常常出现重复的画面 仿佛古老神化在清洁 有这不合世纪浪漫的誓言 那是我今生的世界 故事没有结束 就挖下句点 时光随到唤醒沉睡的梦魇 你一句的承诺 我不能重演 我要寻找新的起点 狂热奶奶 独特在街上徘徊 每次只希望你能够出现 像你奶奶奶 开始不见你过来 总是无法控制情绪的奶 悲伤 悲伤 朱利耶 悲伤的朱利耶 悲伤 悲伤朱利耶 悲伤的朱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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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夜漫漫 无法入睡 总是不见 螺蜜肉和流泪 悲伤 悲伤朱利耶 悲伤的朱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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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夜漫漫 无法入睡 总是不见 螺蜜肉和流泪 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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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没有结束 就是花下缺点 时光遂到唤醒沉睡的梦魇 一句的承诺 我不能重演 我寻找新的起点 狂人奶奶 独自在街上徘徊 Every night只希望你能够出现 想你奶奶 还是不见你过来 总是无法控制情绪 悲伤的朱莉耶 悲伤的朱莉耶 长夜漫漫无法入睡 总是无法控制情绪 悲伤的朱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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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夜漫漫无法入睡 总是无法控制情绪 悲伤的朱莉耶 悲伤祝 朱莉耶 刚才你的那个悲伤朱莉耶 还有Echo的 还有Proped Revolving 真的是很厉害 我觉得很好听这首歌 那修卫你聊一聊好吗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以前小的时候 你家乡的那些你的侄女 还是你的表妹 她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一能静》 对吧 应该是我的表姐 对 我听《一能静》的歌 也是因为她们疯狂的一直在听 尤其是这张《悲伤主理》 这张专辑 而且有没有在学她的造型 我那时候见过很多女生 在学她那种婚纱公主的打扮 我的表姐有了 但是我没有 但是里面的歌曲真的是蛮好听的 蛮好听的 刚才也有人猜中了 这首歌的写曲人是小虫 可是当时因为版权的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都放上了她的本名 她本名叫陈焕昌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 陈焕昌其实是小虫 因为那时候她签约滚石唱片 她卖歌的话 小虫大概只能够卖给滚石 可是我们私下约歌的话 就要放另外一个 所谓的笔名吧 其实她的笔名就是她的本名 在这里也是顺便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比较趣味性的东西 那讲到女生当时 其实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底的时候 真的有所谓很多的天后 就不说港星 单单台湾的话 像蔡晨 朱卫 黄茵茵 潘叶云等等都是卖得很好很好的 然后呢 我觉得男生好像有点阴胜阳衰 可是呢就有一位男生呢 在八十六年吧 八十七年的时候 一惊吐起 那时候真的带来了一股 蛮巨大的旋风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还是有很多很多人 很喜欢她独具一格的唱腔 那讲到她的唱片 那真的比我们家的这些一人金 都卖得更好更好 她的第一张唱片 大概当时就卖了将近七十万张了 这个是不灌水的 灌水的可能就说一百万张吧 我们当时都觉得 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的天文数字了 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这个CD工业 能够再回去到当年的光景 那这位仁兄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她是谁 她的名字只有两个字 现在呢 谢一轩会演唱她的一首歌曲 我不需要你们猜歌名 一样的 我要你们告诉我 这首歌的这些曲人是谁 我都说我这个节目 很希望能够表扬一些幕后的 对音乐很有贡献的人 这首歌你肯定知道 那待会如果答对问题的话 我将会送出这位 你一定知道她是谁了吧 我会送出一张她的CD 给你们做纪念 我们一起来听一轩带来的这一首歌 是谁的心 爱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 爱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 痛苦和美丽 留给孤独的自己 未知 未知的旋律 未知的旋律又响起 明天的我 明天的我 又到哪里停泊 我遭遭遇 我都遭遇 我遭遇 我悠遇 的你 是否 愿意 为我轻轻点起 一丝暖意 红红的美丽 留意不在自己 维持之旋律 永久相依 为你 愿意 是否 我送你 愿意 无所有 愿意 一眼之 Lieutenant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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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你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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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我成福 愿意 愿意 你也画你 愿意 我 愿意 到哪里进去的我 是否我 真的一无所有 心中的火 再没有一点放在这 是否我 真的一无所有 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 一轩聊一下 你知道一件事吗 其实你应该知道的 因为那天其实好多电台的DJ 因为最近一轩开始要跑一些宣传的通告了 好多DJ看到他都跟他讲说 哦 原来你跟王杰同一天生日的 我也是他们说我才知道 好多DJ都跟他讲说 你跟王杰是同一天生日的 所以当天除了收到很多人祝福 王杰也收到了 开始收到了对一轩的祝福 那一轩你觉得 有没有希望将来像王杰一样的在歌唱事业上面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我觉得在他的从娱乐圈的歌手这个方面 我是觉得是值得学习的 然后呢希望也能有自己的特色 也有以后想到唱歌唱腔也能大家能除了王杰 能想到易轩的唱歌方式 好啊好啊 好有志气 好我们马上呢就进入了这个西说回头 今天先到这里打一个段落 马上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的新歌介绍 那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实体工业真的很不景气 所以很多人出新歌 现在包括孙燕之周杰伦 他们都没有发实体耶 都是只有在线上上架 像昨天晚上孙燕之发了一首新歌 看起来也不见得会出实体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聊一聊吧 请问易轩跟秀惠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如果单单纯粹只是做一个 一个就是数位上架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还是比较有一个实体 会比较实在一点 可能比较可惜啦 如果一些好的作品没有实体的话 但是呢现在很多歌手 都是以单曲的方式推出嘛 现在很少能看到EP了我觉得 所以他们可能一两首的话 就先放线上 然后可能以后他收集了很多好的歌曲 他就才出一个专辑这样子吧 对那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呢我还是觉得因为实体的话 感觉除了我所谓的实在 也是一种一种情怀吧 然后你看一个实体的话 有时候你可以看看歌词 可以勾起你很多想象的空间 而且有的时候对于歌曲的介绍 它的筹备制作过程 我觉得你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更容易的去进入那个情况啦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可是呢现在因为是一个数十文化的时代嘛 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年轻人 听完了就算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新歌介绍 其实这两首新歌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网友点播的 说实在的 我也谢谢他们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点播 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两首新歌 因为我是一个 一定要听实体的人 数位平台 除非你今天告诉我说 顺艳之出一个数位的专辑 那我才会去上网去听 要不然说一般的新人的话 可能真的每天浮现太多太多人了 我看不到实体就当做我没看到 我的人生态度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就有人点播了这两首歌 后来我就去找出来听后 真的不错听喔 唱的人也蛮厉害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让修慧跟易轩 好好地满足大家 这歌真的很新 不过也真的很红 我不知道不表示他不红 因为我比较不听数位上架的歌 不过我相信还是很多听众朋友 猜得出这两首歌的歌名 跟原唱者是谁 猜中的话我也好理想说 那两首都中喔 中一首没有用喔 中的话我就送他一张 我自己很喜欢的专辑 晚晚之的最新广东专辑 这张专辑制作得非常好 他翻唱了好多香港歌手的 包括了美艳芳 林一连彭林等等的 经典的歌曲 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们先来听修慧带来的这首 你应该猜得到是哪一首歌了 我们一起好好欣赏 我怎么松开手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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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孤独中 在孤独中痛一勇气 再见了相遇 我可以学着冷漠 学着狠心 学着忘记 不让人发现 心里面都轻碰到鱼 曾一起哭过 想过 痛过 梦过 关于你所有意见 绝口不提 我如何骗过 内心骗过 眼泪骗过 自己谁说的爱过 就一滴回流有眼睛 我们的爱情 若暗想暂停 告诉我 可不可以 像无缘遮住我身体 养着灯月干的压抑 在孤独中痛痒 勇气 再见了相遇 我可以学着冷漠 学着狠心 学着忘记 不让人发现 心里面的轻碳 大雨 曾一起哭过 笑过 痛过 梦过 关于你所有一切 绝口不提 我如何骗过内心 骗过眼泪 骗过自己 谁说的爱过 就一定会留有印记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若暗下暂停 告诉我 可不可以 越是平静的痛 越差点 那种无法回头的心情 想要忘记 如何忘记 如何忘记 我可以学着冷漠 学着狠心 学着忘记 不让人发现 心里面的轻碰大雨 曾一起哭过 笑过 痛过 梦过 关于你所有一切 却都不提 我如何骗过内心 骗过眼泪 骗过自己 谁说的爱过 就一定会留有印记 我们的爱情 若暗下暂停 告诉我 可不可以 其实我们每次在选歌的时候 人家以为说 哇 反正有什么新歌 就唱唱就好 或者什么老歌唱唱就好 我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方式 我真的觉得老歌呢 希望能够把它颠覆过来 能够保留旧歌的美好的韵味 同时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新歌呢我希望它能够具备现代的美感 可是呢我希望它的旋律呢 绝对是俊勇的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新歌都选来唱 也不是什么旧歌都选来唱的 那下面谢一轩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 其实今日虽然是网路歌曲 可是我就真的有听过 而且它上了很多排行榜的前三名 真的也是很多听众写信来给我 说希望可以听得到的 同时也在考我们吧 大家想这么新的歌曲 一轩能不能够掌握呢 我告诉你们 我们只是插一个乐队而已 这首歌难不倒它 我们听听看 记得把原唱跟歌名写给我 分手后第几个同期 今天是星期几 偶尔会想起你 你如如其来的简讯 让我措手不及 冷却站在原地 当所有替你开心 我却在傻傻清醒 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定做了嫁衣 感谢你特别邀请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拿着喜帖一步一步走近 它尽心不值的场地 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情 而我只是嘉宾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你 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 我受寒暄如此客气 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可以 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 不知不觉 终生想起你 终生想起你 你守候在原地 等待着他靠近 温柔的他的安息跪地 钻截缓缓带进 你的无名之力 让所有人替你开心 让所有人替你开心 我却在傻傻清醒 原来我们之间 已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你特别邀请 让爱掌握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今天你装扮得更外美丽 这妹也曾经在怀里 可惜这是你和她的婚礼 而我只是嘉宾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你 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 我试着忠心祝福你 请原谅我不停 你避免没出息 选择适配一下先一席 又不是偶像剧 怎么演得那么入戏 这不堪的如目的剧情 感谢你特别邀请 关上你要的爱情 嘉宾也许是另一种署名 离开你的自己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开心 等久成全数的人 是你 而我只是嘉宾 我留尽所有回忆 来庆祝你的婚礼 却始终没有勇气 祝福你 谢谢你送给我最后庆幸 把自己还给我自己 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 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 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 遇见你 遇见你他真的很好幸运 但愿他会比我的爱 我总觉得好 所以好听的歌曲 就是新歌旧歌都好 我觉得那旋律一定是感动人家的 我觉得就感动人家的音乐 才能够叫做好的音乐 第二个单元结束了 今天推荐的两首新歌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我发觉到我们这个节目 有一个 也不是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一直在留意 我们其实有一个图表可以看 哪一个时段呢 这是我们六个单元 哪一个时段是最对多人看的 我每次发觉到 当然最对多人看的 就是巨星背后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听一些故事 听一些重温一些当年的经典吧 今天当然也不例外的 可是就因为是这样子呢 我们更加不予力的 要把其他的单元 也让你重视到我们的努力 因为我们不管是新歌也好 点播歌曲也好 我们都尽量排出大家 一直认为很不错的歌曲 这就是我们的选项了 今天来到的第三个单元 就是点唱时间 这个单元比较简单 就是反正你点了歌 我们收到之后 我们经过排练 会跟你筛选 在这里呢有一位林先生 在前两天才刚刚 点了一些许冠节的歌曲 日后有机会 做到许冠节的单元的时候 可能会帮你把那几首 经典的习惯节歌曲唱出来吧 你再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吧 今天我们点唱的歌曲呢 肯定你是耳熟能详的 还是一样的那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听 我们请黄修慧先演唱 由Andrew Lim 点唱的这一首歌 这首歌呢 在前三年的时候吧 是点击率很高的一首歌曲 在中国应该有上亿的人 点唱 不是点唱 就是浏览了这首歌的次数 跟上网去点击这首歌的次数 超过了上亿的人口 所以我觉得是流量 非常可观的一首歌曲 同样的 在新加坡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一起欣赏 别对去怀念 让剧情变得够学 Zither Harp 深爱了多年 又何必回了今天 都已成年 不拖不欠 浪费时间 是我情愿 像羡慕的演员 眼看着灯光熄灭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就保留靠别的尊严 我爱你不后悔 也尊重故事结尾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归欠 我敢给就敢心碎 尽头里面是从前的我们 在何在流着泪深思理解 离开也很体面 才没辜负这些年 爱的热烈 认真付出的画面 别让执念回调了昨天 我爱过你 利落 干脆 最熟悉的结局 我哭到更远 我哭到更远 心在痛就当破坚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烈烈烈又保留教别的尊业 我爱你不后悔 你尊重不是结尾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敢给就敢心酥 镜头里面是从前的我们 在恨在流着泪深思理解 离开也很体面 再没辜负这些年 爱的热恋 认真付出的画面 你让执念毁掉了昨天 我爱过你 雷落干脆 再见 不复 遇见 这首歌在三年前的时候 是由于文文带来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除了让于文文串红之后 我也觉得这首歌曲能够写出 现代人的一种悲伤的情绪 黄秀慧你觉不觉得 这首歌确实是一首蛮好听的歌曲 是 而且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式 就看你要唱得比较伤感 还是要比较洒脱 可是个人的听歌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跟喜欢听歌的朋友多一点交流 你们可以尽管的留言给我们 唱得好 多给一点鼓励 如果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也不妨给我们直接的写一些意见 我觉得我们都会去跟进的 那下面一轩要带来的这首歌 也是有一位小姐叫黄碧华点唱的 这首歌曲呢 我觉得在十年前 可能不知不觉晃一下就十年 甚至更长一点 可能十二三年都有了 这首歌有一个时期 去KTV你一定听到这首歌曲的 演唱这位歌手的声音 也是非常非常独特 也是一个实力派的唱将 只是近日找不到他耶 近日在台湾有一个演出 一直希望邀请到他来演唱 可是我用各种方法 我都联络不上这一位大哥 反正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 我们一起听听看是哪一首歌吧 黄碧华小姐的点唱这首 你一定会唱的 K歌 想用一杯拉铁把你关锤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 暗恋的滋味 你不懂这种感觉 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 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 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 你永远不了解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 爱上你的一切 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 静静关上本来莫属我的泪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 不可能会 我还傻傻等到气体出现的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 你会发现 真真爱你的人 独自受着伤悲 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 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你永远狠逼退我的防备 静静关上本来莫属我的泪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 也不可能会 我还傻傻等到气体出现的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 你会发现 真正爱你的人 独自受着伤悲 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 不想爱的太多痴心却对 为你挪一滴泪 为你做任何怪变 也换不回我对你的欠缺 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你又恨恨逼退我的防备 静静关上本来莫属我的泪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 也不可能会 我还傻傻等到气体出现的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 你会发现 真正爱你的人 独自受着伤悲 直到那一天 你会发现 真正爱你的人 独自受着伤悲 一轻 一轻你是什么时候也接触过这首歌曲啊 那时候你应该在念中学的时候吧 对应该是差不多中一中二吧 其实一开始不是很熟这个歌的 但是就很多朋友都在身边哼唱 去KTV一定会唱这首歌 虽然大家的音准都不太好 然后有很多的调调 然后后来我才去听啊 然后我觉得原来原唱这么好听啊 然后我就很喜欢李盛杰的很多作品 包括手放开啊 很多他跟玲珑玄合唱的歌曲啊 这些我都很喜欢 对啊对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会唱宣歌 其实很有企图心的 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层面 从各个不同的时代 有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两千年后的歌都会有 可能就因为有点贪心吧 不过希望大家 本着一个听好歌的心情 好好的在每个周六 把看我们的节目 当成是你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那以后呢 我们每个拜六都不会寂寞了 那今天呢点个时间呢 我们特别再来带来一首彩蛋 当然这次不是月儿香柠檬了 这次是要和你一起私奔 私奔到哪里呢 这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 想点唱的一首歌曲 中间有妹 来自于某某银行的一位小姐妹 她也是我们的观众 然后她说很想听到这首歌曲 好吧 今天就满足你们一下 其实你是个心狠 有手辣的小偷 我的心 我的呼吸 和名字 都偷偷 你才是我 叫我的凶手 借着后座的我 随着风 逃离了偏涌 这星球 天天有 十一人 在错过 多幸运 有你一起 看星星 在忍重 这一刻 不再问为什么 不再去猜着任何人 心和心 有什么不同 一和三 牵着手 四五六 拍起头 七八九 我们四分 到月球 让双脚 去腾口 让我们 去感受 那无忧的真空 那颜色 纯真的 感动 当你说 太宗明 往往还是 会寂寞 我笑着 倾听孤单 总结后的紧握 看月亮 像月空的空空 仅仅凝视 你和我 我们的 扰然的星球 靠近你 怎么突然 两个人 都自穷 让心跳 像是野火 燎原般的 汹涌 这一刻 让命运也 沉默 来皎洁 划过天和天 地和地 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 牵着手 四五六 拍起头 七八九 我们四分 到月球 让双脚 去吞红 让我们 去感受 那无忧的春空 那颜色 纯真的 感动 一二三 牵着手 四五六 拍起头 七八九 我们四分 到月球 让双脚 去腾空 让我们 去感受 那无忧的春空 那颜色 纯真的 感动 那无忧的春空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听了蛮兴奋的 其实这首歌的原版本 我没有很喜欢 可是我还真的蛮喜欢 你们唱的版本 可以 黄修慧跟谢一轩 可以聊一聊吗 如果你们这首唱的时候 因为Key 真的蛮难掌握的吧 其实我觉得男生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男生的那个定Key会比女生的高 对 但是如果男生这样Key唱的话 女生就很低 女生就变成一头牛 对对对 对啊 那易线有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呢 来 达到了吗 可以啦 已经到月球了 至少到月球了 至少到月球 那你至少也变成嫦娥了吧 对 也奔到月球去了 好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节目 就越来越精彩了 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四个单元 是我们的致敬的一个单元 我都说了 其实在这过去的五六十年里面 好多歌唱界的前辈们 可能都离开了我们 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 真的足以招要整个流行歌坛 当然中间也有一些人 到目前为止是算是退休的状态 可是他们过去留下来的这些作品 真的是让我们都是白听不厌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要有这个 传承的这个意义在里头 所以从过去几集开始 我们介绍了左宏元先生 介绍了刘扎昌先生 介绍了王福林的一些作品 我敢讲这些都是华语流行歌坛 歌坛里面的一个宝藏 一个很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希望大家都好好地去珍惜这一块 如果没有这些先人的这些开发 跟他们的努力的成果 不会我们永远不会拥有这么美好的 一片流行的歌曲的天地吧 那今天要介绍的是 翁清熙老师 我们就来好好地来传承 他的这些 我相信应该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 都会有听过这两首歌曲的 这个同时我也会送出很精致的礼物 我先不讲礼物是什么 讲到翁清熙老师呢 我跟他不认得 可是我从小就有听过他的歌 因为他帮像陈芬兰 包娜娜 那个六七十年代的歌手 到后来的翠台清 邓丽君 凤飞飞 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些 陈兰丽等等 都有写过很多很多的不朽名曲 今天我们特地选了两首歌 我今天才把他的这个履历 给仔细看了一下 原来他是一个无私自通的音乐器材 他从小都不太懂什么音乐 乐器这些 可是他竟然可以写出这么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 我觉得这是他厉害的音乐细胞吧 那么他的老歌呢 其实现在很多都有复刻版 所以如果你要买尸体的话 都可以来我们公司找我们 我们公司已经搬家了 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 不过因为由于现在工作的时间 跟疫情的关系 如果要来找我们的话 最好先做一个电话预约 好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好好的来听 这些传承下来的经典名曲 我们做了很大程度的改编 我们把当年的美学 注入了现代的 比较有点线条的美感在里头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你一定讲得出歌名的歌曲 等一下我要的猜题是 你们告诉我翁清熙老师 除了我们今天晚上演唱的这两首歌以外 他还有哪一些快适人口的作品 只要几出两首就可以了 好吗 我就会送你一份 特别特别的神秘礼物 你应该会想要有的 好 我们先来听黄秀慧带来的 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曲 这一首很特别的神秘礼物 这一首 求求你一首很多 你今晚 Marty HTC 幸福啊 好kah 请护了 personally 我们到这边 只要 小匠 最有什么 我们 honorary 生日 她的她 说的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 一起来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 小城来做客 还可以吗 我们改编了这个小城故事 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小城 就要有浓浓的人情味吧 就要有很多温馨的回忆 所以我们就把它处理的比较现代感一点吧 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小国 然后可能不像一个小城 但是某些地方某些市镇还是像一个小镇的吧 所以我们这首歌曲希望你们大家都会喜欢 然后刚才我说了 这是翁清晰先生的一首名曲 那还有谁可以告诉我 翁清晰 除了等一下奕萱要唱的那首歌 那首歌不可以写 那首歌是 我相信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 都会懂这一首歌 而且这首歌演唱过的歌手 我跟你讲 从六十年代到现在 从七十年代到现在 我觉得几乎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新加坡也好 泰国也好 印尼也好 好像每个歌手 大大小小都有翻唱过这首歌曲 而且我还觉得这首歌很特别 谁翻唱都好听 因为它是一首属于全人类的歌曲 这首歌名我不是用不用你猜 因为这首歌只要全力一想起你就知道了 那请大家再告诉我 翁清晰除了这两首歌以外 再随便讲一首歌曲给我知道 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轩带来的这首 你肯定也会躲在冲凉房里面唱 或者去KTV也会唱的歌曲吧 一起欣赏 Zither Harp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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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太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太表我的心 你去看一看 我的心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还可以吗 我觉得蛮好听的 这首歌我就觉得很奇怪 过去很多台湾歌手啊 像邓丽君啊 像好多好多人啊 都有翻唱过都很好听 港星唱得也特别好 像美艳芳 张国荣 刘德华 都把这首歌唱得出神入化 我觉得他们唱的时候都带入了很多 自己深切的感情嘛 当你去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通过月亮真的能够很好的诉说情谊 那刚才我问的问题是 在举几首翁清晰先生的作品 答对的人太多了吧 真的太多了 果然爱神啊巧合啊 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作品来的 那我等一下会筛选一下 我会送出三张翁清晰制作的一张唱片 陈芬兰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送给大家 OK 好 所以现在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五个单元 我们一起好好的 仔细的 重新回到过去的时光 让我们看 一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超级巨星 从你一生爱的流 我祝你幸福 我祝你幸福 不论你在何时 我时该何处 我忘了我的祝福 人生的旅途 人生的旅途 勇敢勇步 遥有千秋一字 花归你的智慧 花归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恨处 创造你的幸福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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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着你的爱 一律步 勇敢勇步 遥游千天一字 找回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汗处 闯着你的幸福 好 今天我們的巨星背後第五個單元 就是懷念我們的國民天后鳳飛飛 很多人常常問我一個問題 你跟鳳飛飛認不認識 熟不熟 其實如果知道 我的朋友都知道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面 我居然早期是從媒體出生的時候 我也曾經訪問過一次鳳飛飛 可是講熟是根本談不上的 可是中間還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我記得曾經有兩次 在新加坡的夜總會 當時很流行做秀 都是在萬金 一次在萬金 一次好像是在迎新吧 剛好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在幫劉文正做事 有兩次剛好鳳飛飛接劉文正的檔 那我們就每次都在電梯裡面 鳳飛飛去彩排的時候 劉文正跟我都在電梯裡面遇到 他跟鳳媽媽 然後都會寒暄幾句 可是我是沒什麼跟他交談到 後來有兩次 在東英翁的安排之下 我們就有在萬金吃過兩次的晚飯 其實對鳳飛飛的印象 包括我 我其實可以帶劉文正講一句話 雖然他們算蠻熟悉的 可是鳳飛飛是一個把自己淹飾得非常 不是淹飾就是說 她是一個比較內斂的女生吧 話不是很多 然後非常的靜靜地坐在一角 就聽好像在聽大人們說話這樣 其實劉文正也不見得比她大 可是當時的感覺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聽到鳳媽媽一直在說話 所以我回想起來 曾經有一次姚蘇榮姚姐上我的節目 也說過她其實跟鳳媽媽比較熟 跟鳳飛飛好像沒有這麼熟 其實劉文正也是一樣 鳳媽媽的話一打開後 就很多很多話的話說 那後來在其實也算是在劉文正的牽線之下吧 因為劉文正是第一個進入東尼機構的一位 一位台灣的男歌手 後來我記得那次吃飯的時候 鳳媽媽就問劉文正就說 東尼機構到底好不好啊什麼什麼 那時候大概她在台灣 也要離開了她原本的唱片公司 後來她就簽了新馬的東尼機構 然後就推出了很多老歌重唱的傳集 這是其中一樣我要說的事情 剛剛開始我認為我跟鳳飛飛的緣分 就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可是還是有後續的 那我這樣子講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跟劉文正都一直覺得 鳳飛飛唱歌 除了她的唱腔當然有很濃厚的台灣氣息以外 我們一直都覺得她唱歌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而且她聲音真的很接地氣 她不只贏得台灣人的喜歡 我覺得她在新馬地區也是同樣的 受到很多大家聽眾朋友們的歡迎 那我今天要講的兩件重要的事 所以我說三遍 就是在2004年 她在2003年的時候 她在台灣重新站在舞台 開始做了一系列的巡迴的演出 每兩年都做一次 剛好2004、06、08跟10年的時候 這四年她就有來新加坡做她的世界巡迴 也因為這原因 當時做她這個世界巡迴的 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也就是當年我們飛音公司的一個宣傳主任 後來她到了這家製作公司 等於是裡面的經理了 她就請我幫忙她做一些策劃上的事情 所以她那四個演出裡面 其中有兩三個我都有在後台 幫她做一些簡單的處理一些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跟鳳飛威有很深的 算是了解吧 然後真的給我的印象非常非常好 我在這裡必須要說兩樣 我到現在為止我很難忘記的事 就是她每一次演出前 她都會要求兩個Full Dress Rehearsal 這個Rehearsal呢 她是真的是從頭到尾來 歌都唱足整首歌 沒有露一個字的唱 那燈光只要一個地方打得不夠圓滿 她就會要求重來 然後就暫停那個節目重來 然後衣服也跟著換 不像一般人的Rehearsal 大概就是換衣的部分 就這樣帶過去 反正到時候有造型師在後台幫她整理衣服 或者什麼的 這點就給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當然還有她的工作時間的觀念 比如我們三點鐘彩拍呢 她是兩點四十五分就坐在那邊等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敬業 這是我第一件我很感動的事情 那我覺得第二件我要感動的事情是 在2010年那一次她來的時候 我明顯的覺得她的體型上瘦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她的氣色我覺得 我有一點直覺就覺得她氣色不是太好 當時我知道她先生是生病的 我記得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我還跟那個海霞唱片 就是當時製作公司的這個負責人 我還跟她說我說鳳姐的身體應該不太好吧 可是可能大家都忙沒有人看出來 他們說應該還好吧 可是我就覺得她氣色不是很對 然後後來我聽說她先生病的蠻重的 所以我也覺得是蠻憂心的 我在想她真的是蠻擔心她的先生 所以那陣子我就覺得她整個人給我的感覺 就是一種非常憔悴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生 就用她自己的意志力克服了很多很多的難關 我對她就更加更加的敬佩 然後她2008年那場演唱會 她總共做了四次後來巡迴 我最喜歡就是2008年那一次 也就是在台灣來講應該是2007年的那一次 因為那一次是郭子導演的 我們印象很深 其實今天在幫我做這個幕後的那個人 好像當年我跟她一起去看的這個演唱會 我們都覺得非常好看 因為她有很多重回時光隧道的 她製作了很多精美的影片 把我們帶回去70年代的美好 我同時還記得有一段我是蠻感動的 就是她一個現在成熟的她50歲的她 跟一個17歲的她 兩個人同時用不同的聲音去演繹同樣一首歌曲 我覺得這些橋段設計出來 真的太窩心太感人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最最令人家感動的一件事就是 後來她先生走了了 那我看得出她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然後我覺得她也還是很堅強的站在舞台上 不一定為生活 可是那時候我就一直冥冥之中 對一種感覺 覺得他們兩夫妻真的是間諜情深 非常非常的恩愛 我會有一種感覺好像有一種力量 要催她跟她先生一起走 後來就有了那首歌叫想要跟你飛 也在隔年鳳飛飛就離開了我們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世界上還是真的有真情的 大概關於鳳飛飛我能夠說的 大概也就是這些了 不過我從早期跟她不熟到後來 我開始不只尊敬她 我覺得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歌手 今天呢 黃修慧跟謝宜萱都會帶來鳳飛飛的歌曲 在她們帶來之前呢 我還是有些話想說的 因為這兩首歌曲呢 都是我很喜歡的 也可以算是她們第一次在我的節目裡面 首唱這個歌曲 是我點的 我不會叫她們在唱什麼好好愛我 愛你在心口難開 這些流水年華這些大家都太熟了 我跳了這兩首歌也是她紅的歌曲 可是大家大概比較少機會聽到 那我想要講的就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一個忙 鳳飛飛這邊我打算送出一張很珍貴的禮物 這就是那年她來新加坡做演唱會的時候 幫我特地簽名的一張海報 我相信很多國外的朋友 都會想得到這張親筆簽名的海報 我因為只剩最後一張了 我打算把它送出去 但是可能你要舉出 鳳飛飛不同階段的一些作品出來吧 我要給我專輯的名字 至少舉出五張不同詞段的專輯名字 這其實對鳳林來講是一點都沒有難度的 我們先來聽聽看 把鳳飛飛的事業帶到另外一個高潮的一首 我個人覺得左宏妍先生一首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真的也是一首經典 我們一起欣賞黃秀輝帶來的演出 我是一片雲 天空是我家 雲採用的故事業帶到旅程 並高興 不送行揚 問慶行 揚曉 我是一片雲 我是一片雲 此在又消遙 此在有消遙 雖 山随幻梦飞 爬来去无牵挂 我是一片云 天空是我家 朝阴时日升 目送夕阳下 我是一片云 自在又潇洒 山随幻梦飞 爬来去无牵挂 希望大家还会喜欢黄秀慧的版本 我们跟秀慧和易轩聊聊一下吧 秀慧你自己怎么样 风飞飞当然不是她那个时代大概你还很小很小而已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风飞飞的歌 然后你觉得她的声音怎么样值得去定位她 听风飞飞姐姐的歌应该是受父母的影响 就是一些长辈的宣套 对小时候就是长辈听什么歌我们都跟着听 然后跟着唱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听风飞飞姐姐的歌 那时候应该是从一些电影里面的配乐插曲 还是主题曲之类的 对 所以后来慢慢的就知道说 风飞飞姐姐原来在台湾 在很多华人地方影响力也是真的很大 是 然后我觉得她自己的声音是非常的特别的 很有辨识度 然后因为她的那个唱腔有带着浓浓的那个闽南语的那个口音 所以而且她是属于声音比较浑厚的女生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声音 不会太刺耳 然后她的那个唱歌的感觉 往往也是威威道来的一个叙述的方式 有她自己的一个 风格 对她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她的歌曲真的能够打动很多人 然后她的造型也很厉害 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说 感谢您 她的招牌对对对 那谢一轩呢 你应该对风飞飞就没有这么样熟悉了吧 其实可以讲比较陌生了 就是一开始我也不太知道凤姐 因为呢 可能我的年代比较靠近现在吧 对 但是那后来我就弹了这么多经典歌曲 之后就回去research 我发现 凤飞飞的歌其实很多我都听过 就是不经意间的 我也很小的时候有听过她的歌 然后她的唱法呢 我觉得 其实当时 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年代 她的唱法是算是非常的超前的 因为可能同期的歌手不一定是都是那个风格 就像一个朋友在跟你在说话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歌 就是一个超级巨星 她首先她的外在就是她的那个装扮 跟她的唱法 跟她的台风都是很有她自己的风格 所以她才能称之为巨星 想到帽子可能就能想到帽子歌后风飞飞 对可能以后想到帽子也能想到谢一轩 这个我有点接不到 就开个玩笑 不然这个节目太沉闷了 更加接不到 OK好了 反正是非常尊敬 我真的非常尊敬 凤飞飞姐姐 就那么多经典的歌曲 所以那今天我也准备了一首歌 这首歌曲其实是我点的 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因为很多人都要听谢一轩唱这首歌 所以我也希望她能够帮我 把这首歌诠释的恰恰好处 因为这首歌是凤姐的歌 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的歌 他们两个人都同时 在同一年里面都出了这首歌曲 是哪一首歌呢 这个真的是很多朋友心目中 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刘家昌先生的作品 大家还是可以尽量把凤飞飞 出过的专辑的一些 写在那个视讯上面 我们还是有很多好礼相送的 海报如果没有的话 我还会送出一些 凤飞飞的专辑 送出一些凤飞飞的专辑 我们公司复刻的 OK好 放马过来 我们先好好来听谢一轩的演出 Zither Harp 心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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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静听的心愚 明月 相伴 把我带进爱的回忆 过去的两尘美景 我没忘记 还有那花千月笑 我依然珍惜 这一份美好回忆 让我们深藏在心里 心愚 心愚 今夜静听的心愚 噢 有缘起来 心愚 心愚 今夜静听记 与多么失忆 明月相伴 把我带进爱的回忆 过去的两尘美景 我没忘记 还有那花千月下 让我依然珍惜 这一份美好回忆 让我们深藏在心底 好今天怀念凤飞飞单元就到这里 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了 就是他们 认他们自己发挥选唱他们自己要唱的歌曲吧 然后我再想一下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尽管给我们 私讯我们 然后记得的几样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们要点歌最好早一点把这个私讯发给我们 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需要一点时间去筹备跟练歌的 不是当天要来的时候才来练 然后已经上可能来不及了 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孟田音乐 去走走去逛逛 因为现在市场真的很不景气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这个实体工业 当然我还是要再谢谢那些跟我们同步播出的 像岁月的歌 像那些年的银色世界 我都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 还有每个周末都陪伴我们的朋友 希望我们的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我们今天来到了自己歌的时间 那黄秀慧 其实这个歌是临时改变的 本来不是要唱这一首的 我们听听看它带来哪一首歌呢 因为我们都觉得今天的情绪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慢跟悲伤 我们就来一点快乐一点的吧 我们听黄秀慧带来的这首歌 我们下个大家的节目 1 2 2 4 你到我身边 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 让已有个烦恼 它比你嫌到 你到我身边 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 他被你掀到 他温柔又可爱 他没理由打发 直到有一天 你心中有个他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 爱要真诚 不能分享 我对你说声抱歉 他温柔又可爱 他温柔又可爱 没理由打发 直到有一天 没心中有个他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 爱要真诚 不能分享 对你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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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刘文正的迟到 马上11月了 我的好朋友刘文正要过生日了 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帮她的生日 做一个特备的节目 大家记得好好守候 来到了谢一轩 我想跟谢一轩聊几句 其实很多歌迷 我觉得 应该问一问你吧 其实我们这张唱片到现在 不知不觉已经做了十个月了 现在已经到了 算是一个锦罗密鼓的期间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录唱片 辛苦不辛苦啊 非常的辛苦 哈哈哈哈 就这几句话 我觉得能够演 就是能告诉大家 其实不容易啊 除非除了唱歌 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兼顾啊 包括当然做制作曲 这是一个非常烧脑的过程 我其实这个唱片 不是一开始就写好所有的歌 其实不断在录的过程中 也在跳出一些新的作品 所以呢 在过程中不断的要进步 不断的去让自己适应 很多不同的新的环境啊 新的音乐人啊 就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啊 所以学习到很多 也在不断的磨练自己的记忆 我自己觉得啦 像我之前 因为我在唱片界都说了 差不多三十多年的时间 我过去也兼职 跟制作过很多唱片 我敢讲一句话啊 你这张唱片是我这一生 做到最辛苦的一张专绩 是不容易的 我相信黄秀慧 当时跟你合作的专绩的时候 你都没有知道 没有这么辛苦 那时候觉得是一件 蛮开心的事 好像很顺利就做做做完 我现在做这个夏宜萱 夏宜萱不是说不顺利 主要中间的 因为可能我们的要求太高了吧 而且加上现在新人 每个都会写都会唱 所以你要在这么多人里面 要脱颖而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边 辛苦的点在这边 要怎么样让你的定位 很明确的出来 不过要告诉你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这么辛苦 还是有一些代价的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你有一个后援会的 几个比较支持你的支持者 他们一路从你的demo 听听听 听到那天你mix完的最后那两首歌 他们说哇这简直就是一个superstar了 听到有没有心飘飘然 我还是比较还是接地气的 我不骄傲我这个人 就一直做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good good 好好保持下去发 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听到这个成品之后 也会跟我们一样都会挖一声 我真的是觉得我们 比生一个小孩还辛苦 十月怀胎嘛 都已经超了时间了 超过时间了 他还不要 还没有出声 大家再加油吧 我们先来听谢一萱带来的这首新歌 那我要先跟你讲 这首歌呢 他这样自弹自唱的 unplug版本 我都觉得很好听了 到时你想 如果做成一个像电影的歌曲 中间有弦乐 有很宽广的吉他伴奏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无论如何 我们先来听这首 这张专辑里面 我很喜欢的一首全新的创作 叫做《骗人的爱情》 我遇见了你 在那个没有童言的时间里 我偷看你的背影 却倒吸一口亮气 想要唱首歌来忘掉你 每次唱到动情都想到你 最后我遇见你 最后我催眠我自己 但又回到你梦里 我唱这首歌 在这喧闲闹的城市里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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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什么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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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订阅 待会他自己告诉你们吧 秀惠来 我的FB的账号是黄秀惠 大家可以在屏幕下看到我的名字 还有一鲜的名字 就去搜索黄秀惠JoeyV 就可以在Facebook 还有我的IG都可以搜索得到 是的 Facebook里面呢 就有很多我的资料 所以下面的那个呢 就是Gavin 就谢一轩Gavin 然后里面就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 我呢 开设了一个官方的YouTube油管的账号 你们只要搜谢一轩这三个字啊 唯一账号啊 只有这谢一轩 然后有我这个样子的 那个才是我啊 也是戴的差不多的帽子 所以呢 记得这个帽子就记得我嘛 OK 所以呢 大家快去订阅吧 然后大家喜欢听我的歌的话 想看我的状态的话 都会在Facebook 跟YouTube 谢谢大家支持 那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呢 我再跟大家再讲一下 他们黄秀慧跟谢一轩的MV 我们都拍了好几支了 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12月的第一个礼拜 都会全面上架 希望大家好好的留意 这也是我们开始要紧张的时候了吧 不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请大家多多给他们两位多多的加油 那希望大家有意见也不管 不论的提出来 然后每个拜六七点半 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 会听歌听得非常开心 跟舒服的节目 然后我们下周六同样时间 跟大家再见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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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一生斟酌 陪着我哭泣 用一个微笑 把离情态听 可惊的那句天香 那又不散的演戏 往日的阳晨熙 我望它像四季 万语和千言 我只能说一句爱你 爱你 我可惊得你 作曲 李宗盛 把礼琴太低 可记得那句天下 那又不散的演戏 往日的要珍惜 莫忘把相思寂 万语河前夜我只能说一句爱你爱你 万语河前夜我只能说一句爱你爱你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